7月22号杭州文新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辖区内某小区多名住户晾在外面的衣服和裤子不见了 通过小区监控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查看了以后是一个女的 是一个女的那个把她塞在外面的衣服拿走了 那我们接着看小区的监控 发现她在小区里面还拿走了还那个偷走了一辆自行车 这个衣服是什么女士的衣服 女士的衣服 她能穿不了 都很合成 对那么她就偷这衣服 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还是 而且适合自己的偷过去都自己穿 根据警方提供的监控 可以看到22号凌晨两点左右 一只白色的流浪猫正趴在路边休息 身后有名女子在监控下左顾右盼 从女子走路的动作来看 似乎腿脚有些不太方便 女子从隔壁找了一根晾衣杆 将挂在雨棚下面的一件女式T恤和一条短裤偷走 女子盗窃的整个过程 流浪猫全部看在眼里 然后我们一路追踪下去 她到了印象城那边 就是实行印象城那边 就渔航那边 那我们就是到了那边以后 看来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住址 但是在那个地方呢 人就消失掉不见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那边 看来那边监控 然后在印象城那边 经常武藏打到 那个入口处对抓到了她 犯罪嫌疑人蓝某21岁江苏人 之前因为盗窃被判刑 7月初刚刚刑满释放 据蓝某交代 自己是21号到的杭州 但身无分文才干起了老本行 她的说法就是 第一身上没有钱 因为她出来以后 她说身上只有一块钱 住的地方也没有 然后吃的也没有 身上穿的也没有 她说夏天天气也比较热 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目前犯罪嫌疑人蓝某 应涉嫌盗窃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88宏金燕记者报道